你怎么来了 怎么是你 小七呢 谁啊 没事儿 烧垃圾呢 是我小七 我来给你送行李的 这里风这么大 你别在这儿站着 进去吧 嗯 你别在这儿站着 行李拿到了 谢谢 小七 我知道你对我已经没有感情 但我真的会好好努力 让你重新喜欢上我的 想什么呢 我跟江十一才是基因匹配对象 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不是 这是你喜欢的熏芸草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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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喜欢的 熏芸草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基因匹配对象 嗯 我们开普敦星球 虽然禁止恋爱 但是为了孕育出优秀的下一代 开普敦星球的居民 要两两进行基因匹配 将匹配结果最好的两个人 结为基因匹配的对象 再用高科技的手段 孕育出最优秀的孩子 这不就是真实版的 无性繁殖吗 省略掉那些 不必要的情感过程 母星的科技水平 才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这样的话 哥 你不就成小三了吗 说什么呢 哥 我的意思是 你可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上午和市场部的开会 下午要和资方洽谈 还有 你不用那么辛苦的 好 小七 我让你做我的助理 是因为我想贴身地保护你 不想让那个放拢再来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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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树同心在眼前 若是亲爱你也要走 白树同心在眼前 小七 你 你 这是 你还记得这套衣服吗 你以前会常常穿着它来找我 你这是在玩角色 你想起来了 我觉得 你以前是不出过什么意外 所以精神不太正常 你真的都想起来了小七 我 我确实出过车祸 方浪 你要是再继续骚扰小七的话 炮果很严重 走吧 小七 你 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 我们不能对地球人使用超能力 看殿也说过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继续使用超能力 会消耗你的身体能量的 好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我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七 都失败了 看来可视化洗脑之后 单纯的想用回忆 唤醒小七是不可能的 哥 你想想你身上也没有什么特点 是小七绝对拒绝不了的 十一 今天不用开车上班吗 我把车停在地面车位 这样我们就遇不到方浪了 我先去开车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这么巧啊 有闻到荷尔蒙味道吗 你好好感受一下 有没有 没有 离我远一点 谢谢 干什么 那这个感触呢 这个触动 有没有感觉 我上次在公司 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你以为你每天在我面前晃荡 我就会对你日久生情 对你有感觉 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笑什么笑 这句话以前我也说过 以前的我就跟现在的你一样 不管我怎么跟你划清界限 明确地跟你说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但你还是每天坚持不懈地 想要占我便宜 想尽各种办法骚扰我 刚开始我觉得 你应该是在浪费时间 但事实证明 你还是成功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觉得 我讨厌的话 那我是在学你的 我再让你感受一下 有没有感觉 你身上不就是 和安萌的味道吗 十一身上也有 而且比你的更浓 方冷 你应该早就知道 我现在没有办法 轻易对地球人使用超能力 但如果你执意如此 我 上车 店里面 速度 使用 您 谢谢观看